下季審見大所戰 荷包不在大失血 我這一張是同期的一二月 這張是568 我們家很大 我們家是兩層樓 有70幾坪 才500多 妳家沒有電池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回家 喝多指示 妳們家用蠟燭對不對 沒有 蠟燭開門 妳們家用洗衣板 沒有 他們家找不洗衣 蠟燭一打開沒有馬上 妳就覺得很冷 它是慢慢冷 慢慢冷 我們家是馬上就冷的 怎麼可能 妳就蠟燭不好看 沒有 沒空氣 一打開就好冷喔 沒有 不可 我們看一下吃電怪獸 是不是很蠟燭 吃電怪獸 對 其實它 這樣算的喔 好甜喔 夏天省電大作戰 聰明節約零負擔 歡迎收看 現在才知道 金妹妹 夏天到了 因為地球暖化 所以台灣的溫度 是節節的升高 而用電量也是破表 電力公司的備載電量 只有剩下百分之一 只要有一台跳電 全省通通跳電 所以說我們在家裡這樣 沒電大家就死去喔 是啊 我們在家裡這樣涼涼的吹 很舒服的吹 但是你等到兩國會收到電端的時候 真的心肝中心 沒錯 而且你知道真的到了今年夏天 像我以前也是超環保 就是只要能忍的話 我就盡量都不開冷氣 真的嗎 真的啊 然後像那個小孩也是 我小孩也知道說 全部都脫光 我說你幹嘛這樣子脫光 他說因為我好熱 我說那媽媽開一下冷氣 不要 飛機熊會死掉 他寧願自己脫光躺在地板上 所以我們家就是 其實也算是滿環保的 可是到了今年的夏天 我真的覺得那個熱是熱到 就是連脫光躺在地上 都還會熱 所以經過了一個夏天 往往大家的電費 就非常的可觀 沒有錯 今年熱到最高37.2度 連那個地面上的柏油 通通都浮起來 真的會燙 我那天在我們家宜蘭那個 就是太陽曬的那個地磚上 我想說光腳走出去拍一張照 應該沒有問題 我就走出去 然後這樣子咔嚓走回來 我腳底燙傷 高雄旗軍很多人就走到海灘 回來腳步就燙傷 真的燙傷 所以今年真的很燙 其實今年的溫度 已經打破台灣120年來的紀錄 120年來的紀錄都破了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因為6月1號開始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夏季電費時間開始計價 到9月為止有4個月的時間 如果一般來講 一般家庭400 用400度來計算的話 那你可能每戶的電費 要增加7個百分點 對 所以你看好像 是真的 就我們剛剛這樣講 大家的用電量一定也都增加了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在看 看 對啊 我們剛剛看一下 大家的這個電費單 到底有多誇張 我們先看一下宏大哥好不好 怎麼樣 其實真的有些時候 還是需要跟自己的身體 做一個協調性 那時候 你不能夠讓自己的身體太多 比方說什麼白雞熊會死掉 對啊 不會啊 沒有 因為全家的人 都沒有辦法吹冷氣的時候 總是有個人體質不一樣 對 他全家都風光啊 所以我老公 全家都風光 你要生第三胎是不是 真的嗎 所以我老公就會把電風扇對著他 可是我小孩就會說 爸爸你為什麼那麼自私 爸爸也滿可憐的 因為已經熱到在冒煙了 所以一家資族 他就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你如果在家裡面 沒有那種很舒適的感覺 你出去外面工作 你的心情會很浮躁 對 所以我整個夏天 我的心情都一直都很浮躁 是 因為老婆大人也是環保的 我跟他非常嚴格的控管 我突然發現到 因為你整個夏天的那種電量 比方說到在4月之前 可能比較沒有用到電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 會覺得是還好一點點 在一千塊到一千兩三百塊幾千 所以兩個月加起來 大概兩千多塊 對… 差不多 何宇文那臉 那時候很便宜 你才知道他家電費有多高 但是他會成倍數成長 到了七八九月的時候 很可怕 他長了三倍 會三級跳 所以你現在的電費是 大概六千七百多塊吧 去年的 去年的 對 度數是已經高達140 你這樣還在叫老婆管太嚴 明明就是你太放縱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工作的人 我們是出外工作的人 要愉快的心情 對 對不對 要回家要充分休息 對 那我們如果說 出外工作 幫你做個冰塊掛在脖子上 對 也是個方法 只是說應該長夜漫漫 尤其我比較 真的沒有辦法忍受到說 跟協調好了 比方說我們開一個小時 對 12點開到1點的熱情 開完了之後 因為它那個電風扇還要繼續吹 吹到2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 所有都停了 就熱醒了 對 熱醒好痛苦 我全身都是汗的時候 而且到了你這個年紀 熱醒了又不好睡 對 你都是不能讓我醒著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宇文剛在那邊說 太便宜了 你是多少 12月 竟然4千多塊 好多 你有吹暖氣嗎 一定是暖氣的 暖氣 太冷 有那麼冷嗎 有小孩子嗎 有 因為我們小孩子才快2歲 就是他12月的時候 他身上 小孩很怕熱 對 但是 冬天又怕感冒 你看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4千多 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到5 6月 3千多而已 很怪被犯著走 5 6月還沒開始熱 對 妳要拿8 9月份 7 8月的 今年的還沒到 還沒到 那妳待會兒就收到了 我現在是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用太多洗脫烘了 對 小孩子的衣服 因為我們家的陽台 是沒有光照的 對 所以只要冬天的時候 那衣服擺兩三天 它會漫漫濕濕的 不容易乾 所以我只要一到冬天 我全部都用洗脫烘 可是小孩子要常常洗衣服 因為兔奶或食物 有小朋友說 應該幾乎每天都要洗衣服了 每天都要洗 但每天用烘的 你看那個量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天氣變好 那妳該換個房子 那採光比較好一點這樣 對 等於買給我 買給我了 好 哥 好 那雅倫家的電費的狀況 我去年自己住 所以還可以 然後冬 不是 冬天就很便宜一千多 現在天大概三千多 可是我們也是屬於那個 睡覺的時候開冷氣 可是我都開27度 對 然後睡醒之後 就有一整天沒有冷氣 我就跟我女兒都是 脫光 躺在地上 就是她當寶寶的時候 以前我們當她當寶寶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尿 夏天就是一個尿布 對 然後長大之後 她就是一個小褲褲 對 然後我媽就說 她越來越大 妳可以給她一個背心嗎 可是我說她很熱 因為我已經覺得 不要一直在吹冷氣 對 然後就想說可以省 可是像我娘家的電費 就很恐怖 一直以來大概暑假 大概都是破萬 為什麼 幾口人 幾家幾 幾天啊 四十幾塊五十 那也沒有測過她 可是因為那個 我爸爸有修正 因為以前我會罵她 我就說 妳為什麼冷氣要開22 妳為什麼到哪 都要把冷氣開著 然後妳到哪 又不把冷氣關掉 可是我覺得男生都會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不夠涼 她回我的是 體質不一樣 她說 對啊 對 爸爸這樣講完 什麼的感覺 對 她這麼習慣 因為她連開車 她以前都給我開22度 我一上她車都快冷死了 正常我們也是22度嗎 這跟那個爺爺奶奶 妳有吃過肉啊 每次看到一盤肉 這樣一直吃 現在有能力 吹冷氣 真的不能夠控制她 可是後來我有跟她講 譬如說我把她 夏天睡覺的被子 換成超薄的被 我最討厭看到人家是 夏天你在房間裡睡覺 你蓋個後被 然後說好冷喔 對 我就跟她蓋 她冬天跟夏天蓋一樣被子 她蓋一樣被 她其實都蓋一個被 所以換成薄被之後 起碼爸爸還是可以吹 可是溫度調高一點 我就說妳只要蓋肚子 把肚子肚臍蓋起來 像小朋友一樣 把肚子蓋起來 其他都落在外面 然後她就乖乖地 把冷氣有調到26 是不是 子晴年輕人會注意到 電費這回事嗎 我們一家都超省的 像我這一張是同期的 一二月 這張是568 對 但是因為我們家有毛病 冬天啊 冬天五百多也很少 五百多 妳家幾個人啊 三個人 但是我們家很大 我們家是兩層樓 有70幾坪 才五百多 連電燈都不開嗎 連電燈都不開嗎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回家 都會只去 你們家用蠟燭對不對 沒有 蠟燭開 你們家用洗衣板 沒有 他們家鑿皮 水溪沒辦法 偷隔壁的電 對啊 所以那麼便宜 對啊 所以我們為了要閃電 所以我們就一回家 都是只去媽媽房間 就並非我們各自的房間 其他房間不開 所以我們就是在同一個房間 然後不去外面開 客廳也不開燈 這都是黑黑的 不是只開一個房間的電 還有就五百多很便宜 這難採 因為你們家的一間一直在開 一般是這樣子 像豪宅它就是 整個室內空調的 那個用電費就很貴 因為我們的電費 它是按照機具在收的 就你用得越多 它就收得越多 所以一般來講 婆婆 媽媽 都會有省電的小撇步 但是你那個小撇步 到底是對還是錯 我們今天就要來考考大家 沒錯 所以我們要來考大家 考試囉 好 來 看看大家到底對於 這個省電的觀念如何 第一題 下列哪個電器的耗電量較大 1 點鍋 2 吹風機 3 冷氣機 4位請作答 1 2 2 3 你寫跟我一樣 所以洪大哥是冷氣 然後宇文跟亞倫都是吹風機 子晴是電鍋 冷氣機它在整個構造上面 它有那種所謂那種壓縮機 它必須要有更多的電力 去讓它轉起來 對 運作的時候 比方說像電鍋 電鍋它直接插上去 然後有些只是讓它 比方說有那種熱的線圈 然後熱起來它就可以 吹風機也是一樣 吹風機更少的是因為 我們在吹風機在吹的時候 有些吹風機還分成熱的跟冷的 像我們這種比較短頭髮 大概就是用吹風機 用冷的就好了 你不需要用到熱的 那熱的話 它那個熱的線圈 更不可能去啟動它 對 所以吹風機我覺得應該是 幾乎沒有什麼在使用它 講起來好像滿有道理的 但是兩位女士覺得不認識 吹風機 因為吹風機 我跟我女兒頭髮 她頭髮多 我們要一起吹的時候 我會拿兩支 我跟你講 兩支吹風機 如果是放在那個延長線 同時擦兩個 如果旁邊還有 然後我一開大概三秒鐘 就跳電了 對 因為它的瞬間的那個耗電 讓它吹 它就是用錯了 它應該一次擦一次就好了 不是… 它不可以擦兩支 那我一次可以擦十台冷氣 沒有… 可是我們擦兩個電風扇 或是兩個電暖爐都不會 只有吹風機 你一擦然後開始吹 因為我手大 我可以一次抓兩支 而且像我們已經拍戲在外面 然後不是老是跟人家借場地 要吹頭髮 那都在外面只要吹風機 只要吹風機一擦就跳電 對 它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吹風機是熱的 它有那個 像你這種冷的很燙 對 但是我就說 大部分是要吹熱的風 我覺得你看剛剛同理可證 熱風應該比冷風更傷地 更耗電 所以它暖氣的電池 暖氣應該是 因為它說耗電 應該是同樣的使用五分鐘 比如說同樣使用五分鐘 電鍋 吹風機跟冷氣質 對 耗電量 或是吹風機它要突然變很熱 你是不是一打開 它馬上就是熱的 它不用等 冷氣質一打開 沒有馬上你就覺得很冷 它是慢慢冷 我們這樣子馬上就冷的 真的 你馬上不好冷 怎樣 你太好客氣 你打開就好冷 沒有 不合 真的 只有子晴選電鍋 對 因為我是覺得 就是電鍋很多都是上面 它會顯示時間 那都是在耗電 所以如果你這樣 一直開一整個月 幾乎是 妳是說是電子鍋吧 不是大鋒 但電鍋也是 而且因為我覺得電鍋 是你要把飯煮熟 所以它那個電量 一定是用很大 而且是急速 所以感覺那電量會很耗電 感覺滿浪理的 把他講起來 對啊 每一個人講的都有道理 頭頭是道 好像三個都一樣 對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個 標準的一個答案 我們來公布答案 請正永來幫我們公布答案 好 我們看一下 吃電怪獸是不是什麼奇蹟 吃電怪獸 對 其實它這三樣 都是吃電怪獸 但是像電鍋 它的耗電是1000瓦 是 那你房間用的冷氣機 其實才812 是 那是小時 對 電鍋跟吹風機 都已經比它要高了 吹風機還可以到1400 對 像你兩個插下去會跳的 你就是用1400 兩隻就2800 真的 這樣算的 延長線只能耐1500而已 那這樣講起來 最厲害的是吹風機囉 吹風機跟電鍋 可是你使用的時速上 你電鍋可能燉肉什麼 要用兩三小時 對 所以在家裡裡面 它會是最耗電的 對 吹頭髮大概吹半個小時 了不起了 對 吹頭髮吹半小時 你每天這樣吹 半小時等於0.5度 那你每天這樣子吹 一個月也要16070塊 對 是 那正永請問一下 那個 像洪特老師在問說 它吹冷的 電風扇 吹風機嘛 吹風機吹冷的 這樣有比較省電嗎 有 我有測試過 你開高溫的話是1400瓦 然後你如果開只送通的話 其實只有50瓦 看 是不是 題目出得不好 可是我們吹冷風 我們又老了會頭傷寒 那怎麼什麼寒 所以你可以買三段的 就中 高 中 低的 對 你用中的大概900瓦 對 對 就不用開到最高了 其實剛剛亞倫跟宜文講得非常好 對 它最主要是裡面有線圈 以前有這種電爐你知道嗎 人家煮飯的 電樓 那個很耗電 我以前在鄉下 因為我們剛開始在有電的時候 它都蒸的很卸掉 那個保險絲 那電爐插著 電鍋都插著 馬上跳電 請說馬上跳電 所以那個耗電 它的那個開動的時候 那個啟動的電源 那個耗電量很大很大 瞬間 對 瞬間很大 不過一滷電鍋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家家夫婦都有電鍋 你說叫他不用這不可能 但是用電鍋如果用對方法 還是可以省電 你來教教我們 建議大家就是說 因為那耗電量這麼大的話 就是說你在煮飯之前 其實你可以先浸泡30分鐘 比如說那個米 綠豆 紅豆 先泡30分鐘再煮 這樣它就會比較快煮熟 還有就是說如果說是 我們這個電鍋的內鍋外鍋中間 要加水 對 建議大家可以加熱水 因為 直接就熱了 對 因為如果你是冷水的話 你要等它從0度到100度之後 沸騰之後才開始煮那個飯 是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直接加熱水的話 它可以減少三層左右的 這個煮飯的時間 對 這樣一年下來 大概也可以省六 七百塊錢 對 差那麼多 這樣飯會不會比較不好吃 因為飯就是要有那個 就是過程 不是啦 你的飯也像0度到100度之後 才開始蒸 對啊 你現在90度的水下去 你可以省掉前面那些 你們可以試看看 它一樣 對 光都是一樣的 OK 都可以煮 對 都可以煮 看到它我特別的開心 然後剛剛就是我們子晴有講到 就是有些電鍋 就是有的人就是忘了拔擦頭 然後那個電鍋其實有分兩種 有一種是說它煮完之後 它自動就保溫了 對 可是它 保溫一個小時 也要有40瓦的電力 所以如果你一個月 就這樣一直保溫 你扣掉每天 一個小時是煮飯時間 這樣一個月下來 大概也要花掉 就沒什麼事都沒做 就花掉138塊左右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說 如果沒事的話煮好飯 就把它那個插座拔掉 或者是買另外一種電鍋 它是有開關設定的 它可以設定保溫或是關掉這樣 這樣就可以省不少電 請問一下重要 因為電鍋外面的牌子也滿多的 而且最近的也一直在改善 功能性好多 省電的一個功能也在增加 我們要選購的時候要怎麼選購 轉站出門不關冷氣 對不對 省更多 回家一開 然後它會大概10到15分鐘 讓你又冷到了 那如果這時候 你又要出去 你又關掉的話 你會變成前功進氣 出去了這20分鐘 你只是 你可以上調一度 到達它設定溫度的時候 本來說它是1000瓦在運作 可是當它到達設定溫度的時候 它變成 運作 它需要三分之一的電力